有来医生 有健康 想未来 子宫肌瘤流血布置怎么办 清素方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 子宫肌瘤流血布置就是说 肌瘤是长在这个弓腔里头是黏膜下的 它导致血止不住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第一时间就得去做笔操 确定一下肌瘤到底是什么位置 它有可能是什么 以前是肌壁肩的 但是最近它长大了 长大了之后 像弓腔里突出腰部头内膜了 也有可能会出现 月间的脑不干净 这种让患者出现的症状 必须就要处理 最不只还要查个血常规 看看贫血的程度 如果贫血很重 就需要输血或者是抗贫血治疗 如果说肌瘤很大 或者是多发性的 或者是个患者没有生育要求了 公解癌腺查又没有问题了 就是说可以切子宫 也可以不切子宫 当然如果是公解癌腺查有问题 是一个HPV的感染 或者是一个公经的癌症病变 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子宫切掉 专家提示 子宫肌瘤的患者出现流血不止 大多与子宫肌瘤生长的位置有关 患者应及时就诊 进行子宫B超 血常规 及公颈癌筛查 并根据贫血的程度 进行针对性的贫血治疗 多发性子宫肌瘤可行手术治疗 有公颈癌癌症病变的患者 可行子宫全切数